太平轮作为一个庞然大物 因为它的载重是2050吨 上面呢 这个船长也比较多 能够载客的量也比较多 它就成为大家盯住的一个焦点 怀着各种各样不同目的的人 都希望能够得到太平轮的船票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太平轮沉默的第一个原因 就忽之欲处 超载 你看前面我说 太平轮的总共 登记买票的人是508个人 但实际登船的人超过1000人 为啥 那个时候你只要跟船员关系好 很容易就可以直接登上船 当时的船票也很紧俏 它已经不能用钱来买了 因为当时国民党的法币 已经通过膨胀了 甚至一麻袋的钱 买不了一麻袋的面 都到这种程度 所以当时买船票多少 都是黄金 我们说小黄云那小金条 都要用这个来买 还有更多的人没有钱 平时走钱 我就是往船上跑 所以当时船上呢 这些士兵呢 甚至民枪市井 就不要再上船 打不住 那么园定这艘船呢 是1月26号开 为啥呢 它开两天三宿 到1月28号晚上呢 就大年三十的晚上呢 它能在春节出席之前 能开到这个基隆 所以这个船是年前的最后一班了 它非常紧俏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 1月26号这天没开了 为啥 要运载的东西太多了 刚才我说超载的是人 它有大量的货物要搭乘这个 这货物有什么呢 比较大宗的 有600吨钢材 其实这个船上 装不了那么多钢材 装到150吨 这个船总动量 已经达到了 载重2050吨的 这个上线负荷 可是呢 中联公司呢 提前已经收了人家 600吨钢材的运输费用了 没办法 只能再往上装 同时还有呢 国民党中央银行 总共来了36箱 每一箱东西呢 都需要各8个人往上扛 所有人怀疑这里头是金子 或者是银子 这个本身也压分了 不光这个 它有大量的两岸往来的 一些货物 你把各种各样的年货啊 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啊 订好的货啊 包括甚至铁丝啊 钢钉啊 这类重量的东西也都有 同时呢 国民党中央银行的一些账户啊 一些基本资料啊 账车也在这上 两岸往来 商贸往来的一些账车 也在这上 还有一些珍贵的 国民党党史资料 就这么大 这么多东西 都往上扬 最后使这个船 原理 所以超载 是第一原因 那么第二原因是什么呢 这就是人为的原因 六十五年前 太平轮惨案 震惊中外 北举发生时 巨大的驾驶舱内 为何空无一人 太平轮与建原轮相撞后 船长又为何拒绝接受援助 北举背后 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仅千人遇难 仅三十余人生还 又有多少名人 在这次海难中丧生 老良观世界 太平轮 沉默之谜 正在夺出 就是当时有一些 天然人或机家的一块 使这船在操作上 非常不古怪 因为那个时候 共产党百万雄师 要过大江 所以国民党呢 对黄沐江口实行了宵禁 就是到晚上六点以后 你这不能有任何船只往来 只能是军舰 当时由于这个超载 东西不断往上运 不断推迟起航时间 到真正拔往起航 已经是49年1月27号的下午四点 到六点这个限时 只剩两个小时 所以这时候太平稳的 开足马力往前干 超捷径 走小道 要尽快驶离乌松口 因为出了乌松口 就不在宵禁的范围之内 所以他走的是一条 极为不规范的航线 而且为了怕 这个军舰来拦截 在四点到六点 驶离乌松口这段时间 船上灯都不开 就摸着盒子往前干 结果呢 真就在六点 黑夜来临的时候 出了乌松口了 所以船上都松了一口气 松了一口气 出了乌松口呢 每一天海矿又出奇的好 可以说风情浪静 这船上的驾驶者就麻痹大眼 继续按原来的速度 开足马力往前干 这前面那么紧张 咱们过来 这顺风顺手的 一望无银的 来吧 这船 就是这吧 超载 开足马力 麻痹大眼 造成什么呢 这一天我们知道 1月27号晚上 腊月29 第二天就30 过年 船上也一片过年的气氛 这船上很多的工作人员 都在一块喝酒啊 赌钱 到了晚上11点多钟 这个船呢 开到了周山群岛附近的时候 船上的大副二副呢 交接班下班了 正常应该三副呢 在这个驾驶舱 可是三副在那边不知道干什么 可能循环作乐呢 就没有来到这驾驶舱 驾驶舱里当时是空无一人的 就在这种情况下悲剧发生 当时这个船在周山群岛附近 太平轮往前开 横着这边过了一辆货轮 运载着煤炭的木材的 叫剑员号 也是一个2000多吨的旁人大物 横着它过来的 如果这个驾驶舱这时候有人 是不可能看不见对面 过了一个灯火通明的大船 结果生成就没看见 太平轮 呈 呈直角的 和这个剑员号撞了 这一撞上 太平轮这个船的质量 要比剑员号要好 而且它开足马力 它的势能大 又是从中间拦腰撞到剑员号 立马就把剑员号 五分钟不到就撞沉了 当然剑员号也死了很多人 这个时候呢 太平轮的人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船出事了 还纷纷的赶紧搭救 这个剑员号是落水的船员呢 太平轮当时一声巨响的时候呢 很多人正睡觉被震醒了 甚至有的人呢 就还都没有被震醒 而这时候船长和这些船员呢 都认为咱这个船机是没事 把对方撞坏了 赶紧救人 所以没意识到 太平轮本身 这时候底下船也就撞坏了 进水 非常可惜的是呢 当时有一个圣经号轮船 就从他们边上过 一看这种情况 他接到了剑员号的救援信号 往过到附近一看 剑员号已经沉了 太平轮在救 所以他同时给太平轮发信号问 你有没有事 需不需要我们救援 结果太平轮的船长说 没事 一切安好 这圣经号就开走了 这是最可惜的一件事 如果圣经号这时候能救援 起码不至于死之外 结果他开走了 这长时间船上的救生艇呢 很多人都在那挤着 一直也没有把救生艇的绳子 放下来 就都以为这太平轮没事的 后来据说这个船 船长呢 在出事的时候 从海上跳下来自杀了 说我也不等沉没 我自杀 为啥我没脸见你们 我是直 这都是幸存者后来的描述 结果呢 等发现进水的时候 船体倾斜就来不及了 赶紧往前开 试图维持平衡 折腾了二十分钟之后 这个船整个陆续就开始沉没 当时海上是呼嚎一片 附近周山群岛的云民有的 划船过来救的 后来呢 又赶上路过的一些舰艇的 帮救一些人 总共救起了三十八个人 剩下的九百多人 被冰冷的海水吞死 这可以说在当时震惊中外 这个时代 那么当时在船上呢 有非常多的名门贵州 富商巨国 你像呢 有当时的山西政府主席 邱阳军一家人 这上面呢 还有蒋经国呢 刘娥时候的好友于基瑜 在船上 有袁世凯的孙子袁家义 当时的国立音乐学院院长 著名的音乐家 吴伯超在船上 后来名扬美国的大神探 李昌玉他爸爸 也在这船上 就是整个这船上 有非常多的名人 结果呢 都葬身的冰冷的海水档 而且呢 这个船上呢 还有数不清这些金银财宝 为啥呢 有很多人想 逃到台湾去 那细软能带多少带多少 有不少人是腰上 拴一圈金条 或者首饰 然后外边穿一个长袍马褂 遮住 所以当时呢 这个船沉没的时候呢 海面上飘着不少这些东西 你其中比较典型的呢 北平最大的这个预器行 叫永宝斋 永宝斋老板长子春 不想在北平这干了 因为平均战役马上打响了 他觉得也不太平 要把所有的家人呢 和家里头留这些古玩 自画 金银中宝啊 都带到台湾发展 所以长子春本人没在这船上 他一家老少 带着这些家里值钱的东西 都在这个船上 一下子 看完了 有人说说这个船上 国民党运了黄金了 运了什么 有没有这事呢 传说中的黄金船 是确有其事 还是子虚无有 当时国民党的金融储备 是如何运往台湾的 太平伦上 又是否中有故宫文物 台湾艺人蔡康勇 与太平伦 有着怎样的关系 她是如何描述 这场世纪残案的 高两观世界 太平伦沉默之谜 稍后继续 一次痛彻心扉的海上浩劫 一场改变无数人命运的 历史悲剧 吴宇森导演 立作《太平伦》 再次揭开一段 尘封已久的历史 近千人罹难 仅三十几人生还 远远超过太中上线 驾驶舱空无一人 船长拒绝接受救援 六十五年前的太平伦残案 谜团重重 他究竟是天灾 还是人祸 太平伦 为何成为传说中的黄金船 台湾艺人 台湾艺人蔡康勇 又与太平伦 有何关联 讲述中国式的泰坦尼克 本期老梁观世界 为您揭秘 太平伦 沉默之谜 有人说 说这个船上 国民党运了黄金了 运了什么 有没有这事呢 其实后来我们 经过仔细地推敲发现 黄金并不在这个船上 因为当时蒋介石 运输大量的黄金 到台湾去 他基本上是通过军舰 和军用飞机来完成的 那个时候呢 运输黄金这么重要的事 是不可能交给普通的客户 倒是什么呢 运输大洋啊 银元的这样的事 由于量太大 军用的飞机 军用的军舰 可能就运输不了那么多 所以太平伦有可能 承担了一部分 运输大洋啊 银元的这样的职责 这是有可能的 这个数额也不会太大 所以说这个 国民党中央银行 班上传的36箱 每箱需要8个人抬的 有可能是银元 所以说太平伦上呢 应该是没有这些贵重的 就说这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 像黄金储备啊 包括故宫的文物 故宫的文物确实 没有通过太平伦运输的 那是蒋介石 特殊用军舰的 其他方式运到这个台湾 现在咱们这个台湾 那有那个台北雇工博物院 那就完好地保存着 当初从大陆运过些 来自故宫的文物 但是这个事情 我们刚才说了这些 船上的东西 更重要是 人命关天的 这900多人没了 而且这些人很多 不是普通人的 那能不追究这个责任吗 所以这人不能善罢甘休啊 结果这奋斗的家属呢 就把这个中联公司 总经理 这个人姓周 把他家就给围住了 冲进去一通 打打抢 把他家就给毁了 那么其实呢 这个中联公司 我刚才说是宁博人合伙开的 当时呢 刚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写了一个文学作品 然后呢 我把它改成电影剧本 谁来当导演拍呢 是咱们大陆著名的导演谢进 这是80年代的事 他在写这个电影剧本 白鑫有创作的时候呢 因为蔡康永是作家 但是在美国就给蔡康永打电话 说你到加州我家来 你帮我看看这电影剧本 给我提点意见 结果蔡康永来一看 这个剧本里的名字叫最后的贵族 他的题材呢 就是一个女孩 他的父母呢 是这个国民党驻美的大使 后来这两口子双双 因为太平伦沉默死在船上了 就这么一个故事 结果当时拿了很多资料 蔡康永读不读不读 对当时的太平伦的报道 非常感兴趣 其实这个太平伦沉默 只是一个背景 他不是电影剧本的主线 白鑫有就很奇怪 说你怎么对这个感兴趣 蔡康永说你不知道吧 我跟你说 太平伦是我爸爸的 白鑫有说这个世界真神奇 这就明明当中注定了 你说我为什么找你来帮我改剧本 原来太平伦沉默就是你家的事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着 历史时空的勾连了 真正的变得非常神奇 所以我想隔了65年之后 太平伦他这个沉默事件 也伴随着这个电影 给未来一个非常美好的祈祷和照片